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 我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太灵的神道 当年雍正皇帝下葬时 这条神道就是运送官果的道路 明清两代皇陵 它的总体布局都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神道 第二部分是灵宫 也就是龙恩殿 宝城等灵寝主体建筑 在上集视频中 咱们从太灵前的五孔桥 过了三座石牌坊 大洪门 盛德神宫碑亭 石像生 到了龙凤门 继续往后走 就可以看到红墙黄瓦的建筑圈 这就是太灵的灵宫区 前方过了三路五孔桥后 是神道碑亭 俗称小碑楼 大碑楼就是盛德神宫碑亭 亭内的神道碑上 刻写着雍正皇帝的妙号和式号 接下来咱们靠近去看一看 大家看这就是太灵的神道碑了 在神道碑亭的旁边还有一处红墙黄瓦的建筑群 这个地方就是神厨库 是专为祭祀时制作存放供品 还有宰杀牲畜的地方 在清朝只有地后陵才能有神厨库 非原且是没有的 在神道碑亭的后方是龙恩门 这座门是进入林寝宫殿区的门户 在龙恩门两侧是东西朝房 在祭祀时准备刮果茶点的地方 东西朝房后是班房 当年是八旗官兵守灵休息的值班室 接下来咱们进入龙恩门 进入龙恩门后 正前方这座大殿就是太灵的龙恩殿了 是供奉皇帝皇后皇贵妃神牌和祭祀的地方 在龙恩殿两侧是东西佩殿 东佩殿是存放祭祀物品的地方 西佩殿是祭祀时 喇嘛宋经超度的地方 在龙恩门两侧还有焚波炉 是祭祀时焚烧止客的地方 只有帝后陵才能见两座 非元寝只能见一座 在清福陵和清昭陵的视频中 咱们聊过龙恩 在一些影视剧中 大家肯定也看到过 就是大臣只要得到皇帝的恩赐 都会说一句谢主龙恩 主就是皇帝的意思 龙恩就是指皇帝的大恩 说白了就是谢谢皇上的厚恩 龙恩殿和明帝陵的灵殿 它是一个意思 都是表示先帝的恩德广大的意思 简单的说 就是到这里祭祀 可以得到皇帝的护友 皇恩是没有极限的 接下来咱们进入殿内看一看 大家看 这就是太陵龙殿的内部 前方有三间暖阁 暖阁内设神龛 供奉牧主人的神牌 暖阁前还有帝后宝座 在太陵地宫内埋葬着雍正皇帝和他的皇后 孝敬献皇后乌拉纳拉什 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 只有这一位皇后 当年她被康熙皇帝赐封给了 当时还是四皇子的印针 成为嫡附近 雍正皇帝继位后 册封皇后 在雍正九年去世 终年五十岁 太陵地宫内除了埋葬着帝后外 还有一位皇贵妃 在康熙景陵的视频中咱们聊过 景陵首开皇帝陵 附葬皇贵妃的先礼 雍正皇帝的太陵 乾隆皇帝的玉陵 在他们的地宫中 也都附葬了皇贵妃 在太陵地宫内埋葬的 这位皇贵妃 就是敦肃皇贵妃 年氏 她是年庚瑶的妹妹 雍正皇帝在册封年 视为皇贵妃时 评价她 秉性温柔 谦虚谨慎 在皇后处 小心恭敬而行 对待下人 宽厚平和 说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不对啊 和影视剧演的不一样 确实 真实历史上的年史 和影视剧中形象 相差很大 结局也不同 还是那句话 影视剧啊 不能当历史来看 当年年史的哥哥年庚瑶 由于他鞠躬自傲 飞扬跋扈 结党营私 贪污腐败 甚至威胁到了皇权 最后雍正皇帝任无可忍 直接给年庚瑶定了92条大罪 其中有30多条都是死罪 当时雍正皇帝啊 为了避免正直病中的年事 受到影响 一直为做出对年庚瑶的最终盘决 直到年事去世后 才下令将年庚瑶赐死 正常情况下 以年庚瑶这92条大罪 会被凌迟处死 或直接斩首 但雍正皇帝没有这样做 这是看在他妹妹 年事的情分上 在乾隆二年3月初二 年事随雍正皇帝 和孝敬献皇后的子宫 葬入了太陵帝宫 聊到这儿 肯定有朋友会说啊 甄嬛葬在什么地方 首先历史上 没有甄嬛 但它是有人物原型的 这个原型就是 雍正皇帝的西妃 乾隆皇帝的生母 孝圣献皇后 纽葫芦氏 也有说它是前世 这个问题啊 是存在争议的 在清朝 从孝庄太后 卑捕董尊开始 正常情况下 皇后去十一皇帝之后 不能再开启 地灵地宫大门 因为这样 会惊扰地位尊贵的人 所以都要单独建立 但是 乾隆皇帝在关闭太陵帝宫石门前 还是问了一下他母亲 如果百年后 想葬入太陵帝宫 那就得预留位置 当时雍正皇帝位于关床正中 孝庆县皇后 是原配嫡皇后 自然要放在雍正皇帝的左侧 如果乾隆皇帝的母亲 要与雍正皇帝合葬 那就将右侧官位空着不用 年室的官果就放在 孝庆县皇后的左侧 后来乾隆皇帝的母亲说 她不想葬入太陵帝宫 与雍正皇帝合葬 想让儿子给自己单独建令 理由就是卑捕葬尊 就这样 年室的官果放在了 雍正皇帝子宫的右侧 但不能对其位置 要比孝庆县皇后的子宫 稍厚一些 以示尊卑有别 随后乾隆皇帝下令 将太陵帝宫石门关闭 填平隧道永不开启 在乾隆二年 乾隆皇帝在太陵的东北方向 1.5公里处 迎见了一座后陵 叫太东陵 皇后陵属于皇帝陵的附属陵器 没有自己独立的名字 所以这里的太 就是雍正皇帝的太陵 东就是位于太陵的东侧 如今二百多年过去了 太东陵的地宫保存完好 没有被盗 我现在已经从龙恩殿出来了 龙恩殿的后方就是琉璃花门 也可以叫陵寝门或三座门 这座门将陵寝分为前朝和后寝两部分 也就说这座门是陵寝前朝通往后寝的门户 接下来咱们进入琉璃花门 过了琉璃花门 前方是二柱门 在明朝第陵中叫灵星门 它是为了体现古代理智建筑的等级 说白了就是一座装饰门 寓意辟邪吉祥 过了二柱门就是十五宫 一个香炉 两个花瓶 两个竹台 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理智建筑 首创是明成祖朱地的长陵 十五宫象征着黄陵香火勇望 神火不灭 鲜花常开 长眠于地宫里的地后们一年四季 都在享受后代子孙的供养 过了十五宫一直往后走 就是泰陵的核心区域了 咱们进去看一看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 很多人叫它哑巴院 就传说为了保住地宫入口的秘密 凡是在这个地方工作的人 必须是哑巴 但这个说法听听就可以了 不靠谱 不会说还能写呢 不会写还能画呢 不会画还能指呢 这片区域应该叫月牙城 因为它的形状呈弧形酷似月牙 所以称月牙城 月牙城的首创是明目宗的昭陵 也就是万历皇帝他父亲的陵墓 关于这种设计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明昭陵的视频 明孝陵明师三陵系列视频都已经拍了 在这个视频就不再重复了 在月牙城正中的位置有一座琉璃罩壁 下方就是帝宫的金刚墙 穿过这堵墙 里边就是太陵的帝宫了 在1980年4月8日 这一天清世宗雍正皇帝的太陵正式进行考古发掘 那为什么突然要对太陵进行考古发掘呢 就是因为在琉璃罩陛下有一个盗洞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太陵帝宫已经被盗了 咱们都知道在明定陵被发掘之后 帝王陵是不能主动发掘的 除非已经被盗可以进行抢救性发掘 就是因为这个盗洞 当年要对太陵帝宫进行抢救性发掘 工作人员沿着昔日盗洞的方向一直往下挖 开始都是一些乱砖碎瓦 当挖到两米多深的时候 发现后来填堵的乱砖已经没有了 盗洞根本没有打进帝宫 这说明了 太陵帝宫没有被盗 帝宫里的雍正皇帝 孝经县皇后 还有敦宿皇贵妃 以及隋葬品至今安然无恙 既然太陵帝宫完好无损 也就不符合抢救性考古发掘 因此太陵停止发掘 盗洞填平 如今在琉璃罩壁的旁边 还有几根水泥过凉 这就是当年为了打开太陵准备 虽然太陵帝宫没有被打开 但可以通过皇家档案的记载 去推测太陵帝宫 在轻宫档案中 说太陵帝宫最初设计的方案 是用青白石铺锯 后来有大臣建议 帝宫各宣地面 全部改用金砖 这是明清两朝皇室专用的一种 高规格铺底材料 太陵帝宫准备了500块金砖 其中有27块是备用砖 也就说用了473块金砖 这些金砖的总面积是200多平方米 这还不算隧道楦的面积 不算关床的面积 现在已经开放的乾隆皇帝 玉陵帝宫 它的总面积是372平方米 从这就可以看出 太陵帝宫有可能也是九楦四门 至于地宫内有没有雕刻 还不得而知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明楼内部 它是明清地灵中的标志性建筑 也是地灵中最高的建筑 大家看 在明楼内有一座珠沙碑 用满猛汉三种文字刻写着 世宗献皇帝之灵 世宗是庙号 献是嗜号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顺治皇帝葬在了宗化昌瑞山下 第二位皇帝康熙皇帝 也葬在了昌瑞山下 正常情况下 雍正皇帝要跟随祖父父亲 也要葬在昌瑞山下 但后来 他却葬在了去昌瑞山 三百公里的一线泰宁山下 那个时候还没有改永宁山 问题来了 雍正皇帝为何要远离青东陵呢 这个问题也是二百多年来 人们一直很关心的问题 一种说法 说雍正皇帝改召篡位 还心狠手辣 将与他争夺皇位的兄弟们 全部解决掉 因此他不敢葬在父亲的锦陵旁 要远离昌瑞山 另一种说法说雍正皇帝 浩大喜功 令辟邻居已突出自己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和顺治皇帝的孝陵一样 成为首陵 所以雍正皇帝决定 不葬在尊化的昌瑞山 这两种说法 其实都是错误的 雍正皇帝起初并没有想令辟邻居 当年他派人为自己选择万年吉地 首先来到的就是昌瑞山下 在孝陵和景陵附近 进行了反复踏刊 后来他们认为 孝陵和景陵附近 没有太好的地方 都不适合建立 于是雍正皇帝 不得不扩大范围寻找 很快这些人发现 在尊化城北约三十里的 九凤朝阳山 是一处风水宝地 适合建立 就这样 雍正皇帝将九凤朝阳山 确定为万年吉地 在迎建灵寝开宫破土之前 首先要确定学位 就是地宫中皇帝 棺果下方的金井之位 在这个时候 竟出现问题了 就是学中之土带有沙石 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在古代 人们认为皇帝领寝的位置 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 因此万年吉地 不能出现任何的问题 雍正皇帝很快 就做出了重要的决断 废掉九凤朝阳山 重新选择万年吉地 这次范围很广 曾派大臣到东北圣经一带选择 在那个地方找到了 十一处备选吉地 但雍正皇帝还是想在北京附近寻找 经过反复筛选 最后认为 一线泰宁山下的太平域 这个地方最为理想 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完美程度 此时雍正皇帝非常高兴 但随之 他又产生了一个担心 就是自己的灵寝 远离祖父父亲的灵寝 另辟新的灵源 有违古力 于是雍正皇帝 命大臣们查找历史上 有没有这种先例 后来大臣们翻阅史书 找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先例 雍正皇帝这才放心 就这样 一线的太平域 就成了雍正皇帝的万年吉地 那问题又来了 昌日山下 没有适合建林的地方了 那后来乾隆皇帝的御陵 咸丰皇帝的定陵 同志皇帝的惠灵 怎么都建在昌日山下呢 原因只能说 雍正皇帝对于自己的万年吉地 过于严格 不能有半点的毛病和缺憾 除了这个原因 很可能还有一个 就是和明帝灵有关系 简单的说 北京昌平天寿山 到了明朝崇祯时期 已经葬了多位皇帝 周围没有太好的地方了 后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 崇祯皇帝在梅山自义殉国 葬在田贵妃墓园中 由此由田贵妃园秦 改号为司令 雍正皇帝很可能怕这种事情 会发生在清帝国身上 于是他开辟了新的邻居 让自己的子孙后代 能有更多的选择 保证地运的长久 但话说回来 这只是一个猜测 雍正皇帝 明爱新觉罗印针 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的第四子 他45岁其位 当时雍正皇帝 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帝国 而是康熙皇帝创造的盛世之后 留下的一个励志腐败 效率低下国库空虚的烂摊子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 勤于正史历经图治 每天睡眠时间不足四个小时 在数万件奏折上 写下的批语多达一千多万字 有的奏折上的批语 竟有一千多字 这些都是自己批语 不假收于他人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 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 使经济发展 政局稳定 国库充盈 虽然他在位只有十三年 但做到了成上启下的作用 补了父亲的亏空 又给儿子攒下了巨大的财富 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人物 所以康乾盛世 又称康庸乾盛世 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 终年58岁 葬在一县泰宁山下 随后乾隆皇帝 为他父亲的灵寝定灵名为太灵 改太宁山为永宁山 太子 有平安安定美好之意 欲着祝愿繁荣安定 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 都三 Year's Day 都三亿泰宁山 都三尺 多可不计天 都三亿泰宁山 都三岸泰宁山 小泰宁山 都三参与 都五岸泰宁山 Un» nous